好 另外来看呢 这是一辆满载五人的小客车 经过的南投台十四线 翠峰路段 疑似刹车失灵 整台车撞进了草丛的树干中 开车的41岁张姓男子身亡 而其他四名的家族成员分别受到了轻重伤 开心的出家庭出游 却是意外的频传的台十四线遇上了死结 一起来看看 探照灯打在轿车上 就在深夜发生车祸 轿车撞进了草丛里 最后卡在树干中 消防员得在车辆中先把受困的乘客抢救出来 第一时间 41岁张姓驾驶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其他四名乘客分别受到轻重伤 来来来来 坐来坐 八岁女童由消防员紧紧抱住被送进急诊室 躺在病床上 小女孩满脸惊恐 对不起 借过一下好不好 是比较注重安全嘛 我都想说奇怪 为什么不买台新车 不够钱可以分轻 就是二手车 四名伤患分别被送到医院治疗 其中三个大人身受重伤 另外一名八岁女童轻微撞伤 但究竟是驾驶打瞌睡还是二手车车矿不理想 伤患家属也急着查明真相 妈妈也跟她弟弟讲说 她开车最近都爱打瞌睡 没有可能是提到驾驶 没有可能 要是车上整个车 常常一个人会开车而已 和欢山区道路旅旅传出死亡车祸 这一家五口到山区旅行行驶台十四线下山 深夜视线不良加上路况差 欢乐出游却车撞树丛 酿成一死四伤 这种TG5微笑与难投才放不到